那么女人的天生都是应该被男人宠爱的,对不对? 可是宠着宠着呢 女人的步伐似乎缓慢了下来 在自我的调整还有自我增值方面 可能出了一个需要进步的空间 然而在我们身边都不难听到 女人我最大或者是老婆永远都是对的这一句话 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课题就是 女性应该蜕变 那在现场呢我们请到谁呢? 在现场我们就请到了富贵集团的区服务总监王树芬 Amy Wong 嗨 Amy 嗨你好 那我们知道呢 Amy呢是一个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的人 对吧 对那其实今天我们来谈这个课题 我觉得Amy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人选 我知道你之前是做空中小姐的 对 然后你现在呢就摇身一变华丽转身 就成为了Nuvana的District Service Director 在这整个路程就是在整个旅程当中 其实他大概用了多长的时间 其实我在20岁就开始在新加坡航空当了空姐 当了12年 其实我开始飞的时候呢 已经有一个念头是说我不可以飞到退休的年龄 因为退休的年龄45岁就要退休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45岁退休的话就太早了吧 但是如果是45岁才来开始另一个失业的方向的话 就太晚了 所以我在大概20多岁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念头说要把自己的事业的方向呢 要把它安排好 然后就我在28岁的时候就开始念大学 对 那念大学因为要把自己多开一条路嘛 都安排 然后就29岁就拿了大学学位 Media Management in Communication 然后就32岁呢 就从航空公司呢就辞职了 那我辞职应该有8年的时间了 在8年呢我8年前就从新加坡回到来马来西亚 那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就其实我没有一个计划的 但是为什么我会进入在富贵其团这个行业呢 因为我当时候我整家人都在这个事业 我爸爸妈妈呢 然后我三个弟弟 他们全部都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觉得他们很开心 然后又可以帮助很多家庭 去帮他们事前规划 然后我觉得 这个行业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 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好奇 然后我自己就去了解 对这个行业多了解 然后觉得 觉得这个行业非常有潜能 然后我觉得 但是那时候很多人就给我很多的意见 那就是说你行吗 因为其实我不是受中文教育的 但是这个行业就很需要讲中文的 然后每一个人背景 或者是上课 或者是整个环境都是用中文为主 但是那时候呢 我就中文没有那么强 那只是会讲广东话 或者是一点点广东话 然后用英语比较多 那但是我不当成这个是我的阻碍 我一直在去学我的中文 然后就很多那个知识的方面 产品的知识啊 然后因为那时候又人生路不熟嘛 但是就其实对我来讲是什么不会的就去学啊 没有什么是不能的 其实这八年里面呢 对我的蜕变非常的大 因为 其实我不发觉到我有那么大的蜕变了 直到两年前 我爸爸从我们公司一个特抗 写了一个文章 关于我的蜕变 关于我的整个过程呢 才发觉到其实 我有这样大的蜕变了 就是说第一个他觉得我为什么我有这样有好几个阻碍 都能够达成今天的成绩啊 或者是业绩啊 还有我的组织就越来越蓬大了 所以觉得第一个阻碍就是10多岁就离开家了 就14年后才回来 然后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卖嘛 然后就人生路不熟 然后就这里的办事的佛话就也是就不大熟悉的嘛 这样又觉得做一个做销售最重要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人卖嘛 但是我这个就没有了 那其实我觉得Amy是一个很有心觉性的人 讲到蛻变这一块嘛 我觉得可能会在两种情况会发生 一个就是他有self-conscious 就是有心觉性 一个他需要旁边遇到贵人去提醒他 我觉得Amy你是一个比较有self-conscious 然后你是一个会有规划 还有比较有企图性的人 你觉得是吗 其实我觉得两个也有 心觉性 因为我觉得在我 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在我的人生过程中呢 我身边的人也是很多 给我很多鼓励 所以就变成给我很多的 心觉性 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我可以做得更好的 我其实我可以去得更远的 然后也是会身边的 我很多身边的人出现很多 很有鼓励性的人 给我很多鼓励 比如说我家人啊 我爸爸啊 还有是我的朋友啊 很多他们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能量 给我发觉到 其实我是可以 I can be much bigger than I am today 对 其实我们觉得有心觉性是第一步 那然而如果梦想 只是梦想而没有行动的话呢 它还是一场梦 对不对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 让你决定 Now If not now then when 我现在马上要做 这一个行动 我现在马上要做这个改变 对 那个 Action呢 其实是对很多人想 但是不敢去做 其实要踏出那个第一步呢 其实是很 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很恐怖 对 很需要勇气 对 尤其是是在 在空姐 我做空姐那时候呢 其实那个生活是很舒服的 Comfort zone I was living in my comfort zone 所以要把那个第一步踏出来了 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飞的时候呢 有听说到 就同事辞职要踏出来的时候呢 我会有很羡慕的一个感觉 但是那时候就启发了我觉得 如果我不好像他们这样踏出来的话 我继续像留下来的话 我的前途会如何呢 所以 其实我觉得 可能是我有很多那个恐惧感吧 其实恐惧感是好的 给自己有一个恐惧感 因为恐惧感会被我们推动去另外一个 Level 另外一个高度 所以为什么我会有这个Action呢 有这个勇气去去Take这个Action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如果45岁我不走的话 我会成为是我的前途会怎么样呢 所以这个恐惧感会觉得说 我立刻要拿这个 要争取这个行动 然后 其实我 辞职过后呢 其实我都不懂要做什么的 但是就是我跟我自己说 如果我不踏出来的话 我就是永远就卡在那边 那你在辞职的那一刻是完全没有计划的 没有 对 那我觉得改变是很可怕的 相信每个人都赞同 可是不改变结局更可怕 对吗 你在那个时候是怎么安抚自己不安的情绪的呢 所以我觉得 什么都要把正面去看吧 好像 周所说的 改变是很可怕 其实不改变更可怕 改变是很辛苦的一种事情 但是不改变是更加辛苦 我觉得 我很相信 宇宙的能量 如果是我们去努力 努力去做自己 应该做的事情 或者是 把自己的梦想去 埋向自己的梦想去前进的话呢 其实一定会有事情 你要的那个结果会发生的 其实如果不 我们去 我们不行动 不去 踏出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要的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其实我觉得跟 law of attraction很有关系 对吗 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磁铁 当我们散发正能量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把好的事情都吸引过来 这也是为什么Amy呢 她一直的教诲和一直的教导都是 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opportunity magnet 就是一个机会的系铁 对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一个人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要成功的话 其实要会做好一件事是很重要 比如说技巧或者是技术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机会 少了个机会的话 一个人有多有技术 都反而会缺了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机会是很重要 我们每个人要达成每个梦想 要成功的话 一定要身边会有 一定要有归人 要有好的机会来到我们的面前 然后这样呢 我就会 当我发觉这个秘诀的时候呢 我就会很关注很注重去如何去把机会吸引回来 然后现在呢我就一直在把我的这个秘诀呢 去跟我身边的人去分享如何去把机会吸引到我们的门上 其实我觉得态度取决一切 然后细节成就大业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对 那今天呢 Amy她本身的秘诀就是让机会如何来到我们的身边 回到刚才我所说的 有两个情况嘛 一个就是心觉性 可是可能现在的女生心觉性不太高的话 就要靠第二个管道 就是要有旁边的人提醒 那我觉得随着网络科技的发达 而我们存在这个年代也是相当的幸福的 因为就是网络呢 把我们和Amy的距离拉得更近 那在这一个这样子的年代 女性呢 不再只是当一个小鸟一人的角色 更要的就是可以自主 还要把自己的内心强大 那其实Amy呢 有一个机会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秘诀 Amy 你来说说好不好 好 让我就很快的说说那个秘诀是什么 可以说是秘诀吗 可以啊 好了 其实因为这个呢 是为什么我会讲 是我跟大家分享我三个秘诀 因为我觉得就是通过那三个点呢 我其实把很多很奥妙的机会吸引到我的身上 其实因为我开始从空节回到来马来西亚做行销 做生意 其实我一点经验都没有的 那为什么今天会有那么比较好的成绩呢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很愿意把机会把它送上给我 就是原因我觉得第一个条件 每个人需要 如果是你要信好的机会再到你的身上的话呢 第一样你需要的就是一个人一定要有很高的正能量 就是high energy 你有没有发觉到很多成功的人士呢 其实你看他行动行为啊讲话啊 他的整个行为你会觉得他很high energy的 因为high energy会吸引high energy的人 因为你有没有发觉到很多时候如果你跟某些人讲话呢 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人的能量那么高 你很喜欢跟他讲话 你很喜欢跟他沟通 你很喜欢跟他交流 就是那种能量你会发觉到的 其实不只是跟那个人交流或者是见面 你就可以感觉到他的能量 其实在电话上听到他的声音 你都会觉得你会发觉到他的能量 或者是只是看照片 你都会知道这个人是很高能量的人 其实高能量是可以吸引到高能量的机会 高能量的人 然后第二呢 第二点呢就是 如果要吸引好的机会的话呢 就是要positive attitude attitude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问回自己 要成功需要什么条件的话 你会发觉到每一个答案都跟态度是有关系的 一个人成功或者是把一个事情做好的话 其实不是在于他的技巧 或者是他的技术做得好 其实是因为这个人的态度非常好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听说过 态度决定你的高度 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说 态度会决定你的收入 如果你要知道你的态度有多好 就看看你的收入有多少 那吸引机会的第三点呢 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圈子 you must position yourself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因为圈子呢 就会决定我们的机会 来的机会是什么的机会 你要的什么机会 你就去什么的圈子 再说 对我来说圈子是很重要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圈子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吧 因为物以类趣嘛 所以刚刚你说的高能量 还有谦虚的态度 是第一和第二个条件 那如果找到好的圈子的话 同样能量的人都会聚集在一起 然后大家一起保持那个魄力 对不对 想的非常好 这样我现在是很肯定 我们是同一个能量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 那其实Amy 你的一生中有好多的故事 那所有的故事呢 都可以启发一些 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而今天你跟我们分享了 成功的三大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有高能量 第二就是要有正确的态度 第三就是要取决适合自己的圈子 那是否这三个条件是因为 你经历过了很多挑战而来到的总结 还是你一开始这三个条件 就中在你的脑里头的呢 其实这个三个条件是 我的过程中发觉到的 因为我刚才都有提到 从一个空姐来到现在 做行销 其实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又没有人脉 然后如何会有今天的成绩呢 其实是因为我身边的人 出现很多贵人 还有很多机会来到我的身上的 所以其实就是 我这八年的过程 被我发觉到这三个条件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再说现在我在领导 一百二十多个成员嘛 因为对我来说也是蛮挑战的 但是就是我带着那三个条件 来进行我所有的事情 我的主缘也是给我很多很多的机会 来给我信任还有机会 是的 我觉得一个成功呢 就是要有天时地利人和 而天时地利人和的背后 就是要有Amy 刚才所说的三大条件 那活在2017年呢 我觉得这一年女性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机会 可以和Amy现场交流 可以和Amy面对面 让她去跟我们分享她成功的故事 嗯 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女性蜕变的一个课程 今天第一件事情你要蜕变 蜕变的第一件事情 就要发掘自己的内在潜能 对吗 今天无论你选择哪一条路 外在形象非常重要 对 那你搞好了内在美和外在美之后呢 就是要好好的把自己推出市场 所以呢 广告是我们不可以缺少的一个 那其实今天来到节目的尾声呢 我们说一句很老套的话 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姐妹们加油